奥射宝 躲开 你要是再敢拦住我 谁就是我奥拜的敌人 宁住 你到底把你儿子藏到哪儿了 我奥拜纵横一身 还从来没有吃过这种鱼 奥射宝 这个鱼 您可万万吃不得 您想 这个鱼字和熬字 不但字形相似 而且字意也相同啊 我自从和奥少保攀上了亲戚以来 为了尊重您 我就让全家上上下下 老老少少 今后谁也不许吃别 你看 今天宴席上 就绝对没有这个玩意儿 少保 别听他胡说 你看 王八 厨房 这肯定是厨房出了问题 明珠啊 你也算一个堂堂的二品大人 怎么整天会插磕打混 扮小丑呢 我算是瞎了眼了 把一个好好的外甥女 送到你这个戏班子里来 你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 下官呢 我想要你的狗命 你 展儿 她在谈这四 是我叫她去的 展儿 你不要总跟舅舅撒谎 舅舅让你受我一切 我经常咳嗽 喘不过气来 舅舅 你是知道的 在家的时候 一个算命的先生告诉我 这病一定要在新婚当天 用新郎悄悄去庙里做法事 才能医好 舅舅 你放了阿玛他们一家吧 我没有骗你 你听见了吧 她在你们家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她是一生不肯 到了关键时刻 她还编出一套鬼话来欺骗她的亲人 而且是屡次散番 想方设法 救你一家狗命 我就不知道 你们这一家人的心 是什么做的 舅舅别说了 展儿 那个算命的没告诉你 今天 会要当众杀一个叫明珠的人吗 老板 老板 你还想干什么 你当着朕的面 你也敢善杀大臣 皇上 皇上 从头看到尾你看完这出信 你说她该杀不该杀 就算杀也轮不到你 完了 皇上 你越想救我 我死得越快 奴才求你别说了 我本来 只想查一下她儿子的下落 既然皇上发话了 看来我是非杀她不可了 皇上要是觉得我爱眼 明天爱杀爱寡 悉听尊便吧 说得好 舅舅 展儿 舅舅这次不能依你了 你别动 马上就到了 真姐姐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还回来 我哪儿都没去 雨晨妹妹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没她怎么都行的 你把她带回来了 舅舅 您这下可以放了阿玛了吧 女人一到 你的运气就来了 少宝舍不得杀我 你太软了 杀你不过瘾 老爷 还不带少爷去更衣 不过大家都在等着呢 是 急什么 不说说清楚再走吗 她这么待着挺舒服 是不是臭小子 舅舅 您别这样 放开她吧 真儿 你这是何苦呢 纳兰公子 承蒙你一番好意 在我殉葬之前 带我出来看看这个世界 你 都是我一时糊涂 死死地缠着你 让你替我带路 让你的善良为我所用 我现在很后悔 今天既然皇上和各位大臣都在 下来 我就趁这个机会和大家告个别 也请皇上和各位宽恕我 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我好 但这些不是我想要的 真姐姐 你别走 我要回去陪先帝了 这么多天我都不在 她一定会怪我的 真姐姐 你不是亲口跟我说 你和她 玉战妹妹 我是为先帝所生的 就像你一样 和南岚公子 才是天生的一对 我现在只是希望你们 能够无病无灾地 好好跪辈子 真姐姐也没什么可送你的 这是一个朋友送我的 我就把它转送给你了 真姐姐 我不要 你别走 陈儿 别听他肉麻 这个人大逆不道 谎话连篇他早该死了 不错 他确实说了谎话 你们听听 你们听听 他自己都招了 饿大人 你怎么总喜欢打顿别人讲话 你让他把话讲完不好吗 皇上 他们父子两个嘴功厉害 臣已经领教过了 我怕皇上被他们蒙蔽了 朕就谢谢你了 小路子 奴才在 给恶大人针酒 要不停地针满 别让恶大人的嘴闲着 喳 容若 你说吧 开始我遇到真儿的时候 她不会说话 因为她在地宫住了十年 她不会讲话了 她为了跟我交谈 刺破自己的手指 用鲜血写字 我是为她抱不平 是我硬要把她从地狱 拉到人间的 后来 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我们说好不分开的 直到有一天 我被关进了牢里 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 我多么想她 心里虽然很苦 但是我一想到 我能为她坐牢 让她有些安静的时间 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朕儿来了 她是来陪我坐牢的 到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能分开呢 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无论天堂 人间还是地狱 对我们没有任何分别 就算我们的人不能守在一起 在这个世上 也没有任何东西 能把我们的心拆开 我知道我们犯了很多错 我们可以一起受复了 但我知道我们是对的 皇上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没有错 皇上 老少保 我这就回帝宫去 你们就饶了他吧 皇上 皇上 这样的男人 你还想嫁给他吗 舅舅想听听你的意思 好 舅舅懂了 舅舅替你了断这个事情 好 你 好 你 你 你 有 你 你 索拉网参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参见皇上 平身 太皇太后有旨意了 孔四贞在哪 太皇太后一旨 先帝侧妃孔四贞擅出帝宫 大逆不道 孔四贞着急进宫 听后发落 各大臣遵旨行事 不得再生之节 谢太皇太后 娘娘这就走吧 皇上 我深知自己罪孽深重 但是能不能等 那蓝公子和玉战妹妹 拜完堂再走 请皇上安顺 那蓝公子 你跟玉战妹妹成亲 不是为了我 也不是为了你 也不是为了她 是为了我们三个人的情谊 你能体会吗 朕姐姐 玉战妹妹 只有你在 我才放心的 只要你们两个好 我才高兴 那蓝公子 有苍天为证 你有善待后人 林相 给我出来主持婚礼 我的老脸反正已经给你丢尽了 事到如今 我还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你自己拿个主意吧 太皇太后 我这就回递宫去 从此 永不见天人 你做的好事不出三天 肯定会成为天下百姓 茶余饭后的笑料了 无论你和那个小子 自己跟自己说 多么清白 多么无辜 别人也认定了你们的风花雪叶 就凭你的这个好名声 你有什么脸面回去伺候先帝啊 难道 让天下人都认为 我们大清连个干净女人都拿不出来了吗 这主意不成 那就请太皇太后 当这百姓的面杀了我 再将我弃食荒野 人有野狗自咬吗 这就更离谱了 当这百姓的面杀了你 这唯一可以证明的 是所有的传闻都是真的 再让野狗去咬你 那不就说明 你所犯的错是多么的不可饶恕 再说 你毕竟是先帝的侧妃 我可不能让那些无知无实的人 看笑话 那我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自杀 以后的事情 就劳烦太皇太后多费心思了 你现在特别想死 是吗 我 你不想再给自己喜欢的男人添一点麻烦 是吗 你哭什么 太皇太后 现在大错已经铸成 如果连郑儿的死都不能平息你心里的母亲 那您还要郑儿怎么样呢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呀 干嘛这人也给干了 来 干干干 来啊 扣见皇上 皇上 皇上 您不能去看他们 朕只想随便走走 闷在后头 皇上 皇上 您何必要爱惜这些没有用的人呢 你觉得自己比他们有用吗 臣有一条计策 既可以让那些人不死 皇上也不必承担私放反贼的压力 还可以转移傲败的视线 皇上说我有用还是没用 你非让这向你道歉是吗 奴才不敢 奴才宁愿皇上愤怒 也不愿让皇上沉溺在痛苦之中 以后想激怒我换一个方法 奴才知道了 皇上 荣若他还在等着咱们去跟他商议如何扳倒熬拜的事情 话说赵子龙在长坡坡杀了个七进七出血染战袍 曹操率领重将在远处观桥 那也是赞不绝口啊 这赵 老饿 有人说你喜欢打断别人说话 我觉得没什么 可我每次听书你都来搅和 你这个毛病多招人烦呢 少保 曹梦德可不是整天靠听说书的横扫中原的 哎呀你慌什么呀 你从前门来的时候难道没看到些什么吗 我从后门直接进来的 你老老实实陪我听完书好不好啊 啊我不糊涂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皇上 谁都知道这是诬陷 苏格萨哈贵为一品大员 已经慰籍人臣 他犯不着和台湾的政事私下勾结 再一个 这封反书制作仓促 分明是敖拜的急性发挥 你们有好多疑点都没有仔细推敲 比如说苏格萨哈向正式称臣就极不合理 皇上 我初看这封信 先是愤怒 后是惶恐 惶恐 怎么说 皇上 敖拜平这个就敢随意的诛杀顾命大臣 我不知道这普天之下有谁还是安全的 也不知道他下一个究竟要灭的是哪一家 是朕 那天大婚众目睽睽之下 他都敢持刀行凶 要不是拉网机警及时进宫去请了太皇太后的一职 我看真格个难保 多谢皇上 多谢拉网 我们兄弟之间以后不要再讲客气了 好吗 皇上说得对 兄弟之间做什么都是分内的事 没什么好谢的 虽然真格个已经进宫 暂时躲过了敖拜的屠刀 这也给太皇太后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我们既然兄弟相称 我这个做兄长的 就算是拼了这个皇帝不当 也要保存真格个 那天大婚之上 他的一番深情厚意 让我觉得心里有亏 老王 只可惜你当时不在场 为了这样的人 我们牺牲什么都是值得的 人身难得知己 皇上 皇上 做臣子的 就算修上千年 也难求到这份知欲知恩 容若更是性情中人 皇上现在处境险恶 我们却丝毫不能替军长奋勇 容若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 你说是不是 老王 你别这么说 我没有保护好容若的家人 心里还能过分 容若 你快起来吧 请皇上放心 只要纳兰容若还流出一口气 就绝不会让老贼横行 嗯 你们回去以后 该杀的要尽快杀 该抓的要尽快抓 谁要赶出头 谁要赶出头 我们就扮谁 我们的宗旨是 糊弄老的 控制小的 一切从长计议 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幼儿 这是我们成败的关键 这个人既要有足够的分量 去引起老贼的注意 也要有足够的胆量 去完成任务 关键时刻 还要守口如瓶 我推荐我自己充当这个幼儿 拉王的身份不宜暴露 我在朝廷无官无职 又和傲拜斗过几次 我是天生的幼儿 可是幼儿很容易被猛兽吞掉 只要猛兽还在活动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他吞掉 今天春天的雨水真多 可人心里的季节 就像到了秋天 多事之秋啊 只要问心无愧 那人家有我一个人和他们周旋 难道还不够吗 阿玛一旦有事 别人可是要找我们全家来算账 你的是非之心太执着 你不是可以在浑水里生存 所以你更容易有事 可你一旦有事 是我们谁也还不清你的欠账 如果一个人活着连是非都分不清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 是吗 等你活到你阿玛这个年纪 但愿你还能说出这种话来 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敢问 也不想问 因为我的心里一直没做好 接受最坏结果的准备 但最近这段时间 我经历的多了 我觉得我有资格了解真相 阿玛 不要对我说谎好吧 你阿娘出生在英秦王家 英秦王可多儿滚的血缘 也就是你阿娘可多儿滚的血缘 所以你阿娘一生下来 她的命就定了 这就是真相 我有一段不好的记忆 我一直希望 那是我小时候的噩梦 阿玛 在阿娘自杀之前 你没有想过自己动手来杀了她 来保全纳兰家吗 求求你 不要说谎 没有 孔四珍可真是个麻烦 你说我该怎么杀她 她是一个诱饵 我看她是个鸡肋 只要孔四珍进了宫 于情于理 我们都要把她看观起来 无论我们怎么处置她 敖拜都挺高兴 现在 又谁还会在乎一个孔四珍的死活呢 有 谁 另外一个诱饵 这主意不错 不过 纳兰荣若她会察觉的 何况 她还有个老奸巨华的阿玛 也许 也许你可以用情意来打动她 我已经打动她 你长大了 我没有看错 这很好 老祖宗 可我觉得自己很卑微 我很自责 自责是胜利者才有资格享受的余性 只有获胜 你才有机会去做那些让你自责的事情 至于那些只图孤名调狱的人 只配当诱饵 老祖宗 老祖宗 孙儿亲眼看见他们三个在生死关头 都那么高贵 就连敖拜都真好 就凭这一点 我看敖拜就像看一个死人 老祖宗 我知道 你心地仁厚 这是你的本性 我更愿意你把这份仁厚 平分给天下苍生 老祖宗 您是不是想起我皇阿玛 你是个好孩子 我要去办一件很大的事情 最近很难得来看你了 我想 我知道了 你现在就急着要走吗 那倒不是 可是你这样站着 好像随时要走的样子 这是你写的字吗 我没看过书 脑子又笨 本来就配不上你的 我没有 我没有一件事对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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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拿我当外人看 我 这段时间能见到真姐姐吗 我很惦记她 如果她方便的话 让她来看看我 应该我去看她的 我终于明白敖拜为什么会放过我们 因为有你在 做坏事的人 最容易下不去手 其实我舅舅人很好的 只不过脾气有点急 可是她从来不对我发火 我觉得她对你也很好啊 是吗 她都逼得我额娘 额娘怎么了 不要 以后再说吧 我要走了 你别走 你把桌上的盒子打开 二娘跟我说 这是你从不离身的东西 真姐姐一定看得 比她的性命还重 我要你把她 带回到她手上去 不是为了你 不是为了我 也不是为了她 而是为了我们三个人的情意 真姐姐说得正好 我要去办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无论这件事情是成是败 都会让你难过的 为什么我会难过 失去亲人 我要到庙里为你祈福 你不会有事的 对不起 是舅舅 她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她上了年纪 她还在做更多不好的事情 不要伤害她 更不要伤了你自己 更不要伤了你自己 你去吧 自己小心 我只能带你到这儿了 守门的都是太皇太后亲自安排的 这人怎么样了 你看 灯还亮了 谁进过我的密室 抓不住这个贼 我把你们全杀了 把你们杀了 杀了 朕今天有三件事和你们商量 第一件 敖拜诸灭反贼苏克萨哈有功 朕准备进封他为太师一等功 你们认为怎么样 既然 既然皇上连官位带爵位都为敖大人安排好了 奴才不敢有异议 谢皇上 奴才所做的是分内的事情 奴才不敢自居功了 皇上 朝廷保将有功之臣 也意在激励他人 少保一心为国 绝不会居功自傲 奴才恳请皇上 就不要让少保免费其难了 明珠说的有道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这第二件 今年的先帝十年纪出了问题 朕的心里很不安 想起先帝在位时 笃信佛法 所以朕要大大的拓见谈这次 告慰先帝的神灵 所以朕想让明珠特别督办这件大事 索费银两全部由内务支出 这样既不扰民 也让朕尽了仁子的孝心 你们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皇上要尽孝道 这是万民的福分 奴才以为应该由朝廷出面 赤命天下增修寺院 以表达皇上的人孝之心 这正好要带出朕说的第三件事 这第三件 现在国家粮钱空虚 平夕王吴三贵等三番连年催响 朝廷难以支付 朕想让左图去一趟江南 在酬塑军粮的同时 顺便治理一下江南的军政和立志 皇上 此去江南责任重大 奴才以为应该由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前去 奴才提议 厄比龙为钦差大臣 一定不贵皇上的重拓 好 就按太师说的办 皇上 还有 反贼苏克撒哈一家如何处置 奴才以为尽快斩首 以快民心 好 朕准奏 就按太师说的办 朕准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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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师 我觉得我们好像中计 我也以为这里面有点不对劲 你先说 我一去了江南就少了一个智囊 他们要干什么 你还很会抬高自己 还有呢 你说 他们为什么只修谭浙寺 而不修其他的寺院 为什么 孔寺真 这个人太师想起来了吗 你是说 这位爷还活着 也许他们是故弄玄虚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必然另有打算 还有一件最为反常的事 什么 皇上不跟我吵架 你觉得闷了 你回去以后召集人到我府上议室 其实我还是喜欢别人叫我少宝 为什么 历朝历代的太师没一个好人 少宝开始读书了 我是听说书的人讲的 慢点 帮助我边点 这样行吗 对 不是 不是 我的左边 你往左 左边 对对对对 往这边 对 往这边 这边 不是 不是 这边 你看 帮助我边 往我的左边一点 再左边 对 现在说事 好 再挪一点 好了吗 怎么回事 快安 成功 恭喜太师 太师 这是太皇太后派人送来的金字牌匾 就连 就连各府的亲王贝勒都不能使 跟着太师真是有面子 你别捡好听的说 昨天晚上谁进了我的密室 你查出来了吗 太皇太后还给府上送来东西 您猜怎么着 不多不少美人一见 太皇太后真是神了 是吗 不多不少美人一见 你把老子吓死了 我问你昨晚的贼抓住没有 你跟我打什么仗 上午光忙着和公公分东西 所以 太师 太师 没了我再跟你算账 少保 太师 好 各位大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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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呢 不爱看书 也看不起读书的人 大人可以问问鄂大人 古往今来 哪个太师能有个好下场 鄂大人 我不是危言所听的 好 咱们不说过去 只说现在 想当年 多尔滚是摄政王大臣 比起大人来 那可是要威风一点吧 那结果怎么样 那结果怎么样了 抄家 编尸 我想提醒大人一点 干这些事情的 世祖宗皇帝 一向是以温和人孝来铸成 大人侍奉先帝这么多年 应该比我清楚 我当然清楚 那是因为多尔滚和太皇太后 我什么也没说 大人什么都没说 我们再看看眼前的事情 索尼死了 苏格萨哈也死了 当初四个顾命大臣 只剩下了两个 应该说是一个 对吧 那当然了 我要是不在了 老鄂绝不会都解都争 因为我们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感情深 老鄂 你说是吗 太师 不能让这个人再说了 他在动摇军心 就凭我一个二十几岁的黄毛小子 说上几句 就能动摇军心 我看贵君趁早散 索尼的命好 早早地病死了 谁也不会再去为难他 正相反 可能还会去念他生前的一些好处 但苏格萨哈被各位谋杀而死 这里面可就大有文章了 你胡说 苏格萨哈明明是谋反被杀的 这一点皇上都认可的 苏格萨哈是怎么死的 咱们姑且不论 其实各位比我更明白 我要说的是 苏格萨哈既然死在你们的手上 等皇上将来大一点 苏格萨哈迟早会变成优护皇上的功臣 他的死仅次于索尼 排在第二 你胡说 你完全是胡说 恶大人 既然我是胡说 你紧张什么 我们胆子小是被你吓的 两位大人欺负皇上是小孩子 自己行使皇上的权威 俨然就是一副摄政王的派头 可是别忘了 小孩子会长大的 多尔滚以爱心绝楼的嫡亲子孙 都尚且不能免过 两位外信权贵的结果 就可想而知了 除非你们当皇上 可是天下刚刚太平 谁又会支持你们来造反 我这一生纵横天下 我杀过的人 你这个小兔崽子 八辈子都生不出来 我够了 大人是够了 可大人的妻儿老小呢 难道大人不想在自己百年之后 留给他们 一遍和别人一样的蓝天吗 各位大人 你们觉得吗 所以啊 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